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钱币八Aid of Pentacles 在工作职业的阅读中看到钱币八时 通常代表学习和掌握新技能 您准备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某件事 直到100%正确为止 并且您有毅力和奉献精神将其贯彻到底 因此 当您在塔罗牌工作职业阅读中看到此卡 请准备开始学习 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教皇The Hierophant 学生准备好了 老师就会出现教皇表示确实已经出现了老师 现在是时候学习一种对自己的未来非常重要的特定学说或思维方式了 该卡片反映了机构内部的学习 并利用了传承了数百年的传统和古老的知识 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前面是从Page of Pentacles 一位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持续进行教育和学习 他准备确切地学习他需要知道的东西 以达成自己的职业目标 该卡片通常显示何时学习与应用一种全新的技能 并且经常在大学生或研究生中看到 就是说当您打算学习全新的东西或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新的方向时 也可能会看到此卡片 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坐在有意识和潜意识的面纱之间时 手里拿着一本知识书 如果您在塔罗牌阅读中看到此卡片 则可能代表获得神秘或直觉知识 也许您将要投资于直观发展或精神学习 将您的思维方式扩展到更高的层面或精神领域 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保健是从Page of Swords意味对知识的渴求 他是一个具有好奇心的自我开创者 因此与其等待被教导 不如他将积极地提出问题并为自己学习 此卡可能表示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知识 自定进度的学习或家庭学习 十大代表学习与教育的塔罗牌 权杖三 权杖三表明您准备将您的知识扩展到舒适范围之外 您有能力获取许多遥不可及的新知识 带着国际旅行的暗示 您可能会投入于国际学习 您可能正在海外学习 或者从新的和不同的文化中学习 Fool 愚者The Fool 凭着他无忧无虑的天性和探索的渴望 愚人代表可以成为生活的学生 他从经验中学习 并准备将信念飞跃到未知的地方 仅仅是因为他知道他将带来的经验和生活课程 如果您在职业生涯或学习阅读中看到渔人 就要知道一种新的体验即将展开 体验是学习的机会是巨大的 Chariot 战车The Chariot 尽管战车不是传统上与学习相关的卡片 但战车可以代表学习过程中的坚定决心 专注和专一 如果您将此卡与其他更传统的学习卡一起查看 那么您将知道学习过程将由于对教育的高度决心和承诺而获得成功 您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 并准备进行所有必要的学习 以提高您的考试和测试水平 Hermit 引着The Hermit 引者的能量使教育和知识可以来自内部 引者没有继续在外部世界中寻找答案 而是透过已经在他体内的知识 并且经过一段孤独、沉思和内省的时期 他将与内在知识联系起来 对于引者 他不向传统机构学习 而是向自己学习 The Pentecost 钱币三 The Three of Pentacles 钱币三的是双向学习的机会 一方面 年轻的学徒正在从两个经验丰富的师傅或前辈学习 但他也正在教给他们一两个关于如何精通建造大教堂的工作的知识 因此 当您向大师学习时 也请考虑如何回馈并交给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的知识 还随意聊聊的朋友们 我是Linda 谢谢你们支持 我会继续做好影片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 我会尽快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